10月16日星期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大陆媒体财新网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提到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三年通过发行超长期的国债 再囚集6万亿元人民币 以刺激和提振疲弱的经济 相关资金部分将会用在协助地方政府削减债务 第二单消息 大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以美元计价 9月份出口额是3037亿元 放缓至到2.4%增幅 增长较上个月大幅收窄了6.3% 创五个月以来的最低 远差过市场预期的6% 首先要呼吁告知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大陆如何又再发债 债监债 究竟情况是怎样的 债债债债 不怪那些零零后又那么喜欢借钱 因为官方很喜欢这样发债 发债就是借钱的 财新网引述知情人士提到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三年通过发行超长期的 特别政府债券 筹集6万亿元人民币 作为提振经济的一部分 这笔资金部分将会用在协助地方政府减轻债务负担 多名知情人士向财新网透露 这些经济刺激措施是要协助经济复苏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说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有需要提供相当于内地的本地生产总值一成 或者是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政策 作为刺激经济的推动力 野村政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发表的报告就说 随着卖地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已经消失了 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隙将会是刺激措施的焦点 大陆财政部长南佛安上周六暗示有空间发行更多的主权债券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总体的规模 自从那时起来 外界纷纷猜测大陆新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是有多大 现在就是吹到六万亿元 但其实六万亿元不是很多 稍后我们可以看看数字 六万亿元对于大陆现在这样的经济来说 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的 不够了多少 很快就已经有 老实说你还息也未够了 是否这么多债 六万亿元 看上去就很厉害 实际上不是这么厉害 南佛安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 大陆政府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赤字提升空间 目前增发国债正是加快使用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陆续下达使用 各地一共是有两万三千亿元的 专项债资金可以安排去用 财政部还将会有效补充 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四千亿元 下一步将会强化付款的调度 对付款紧张的地方 中央财政是会通过提前调度的方式 予以适当的支援 督促省级财政部门 加强付款的监测 增强基层财力的保障能力 至于地方化债的问题又怎样呢 南佛安就说 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解了 化债工作是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正打算是一次性增大较大规模的债务限额 治护地方政府全量隐性债务 加大力到支援地方化解债务的风险 相关的政策 有待履行法定程序以后 再向社会是长进说明 南佛安强调 这些即将实施的政策 是近年推出支援化债力度 最大的一项措施 简直是一场政策的及时雨 及时雨这些很敏感 及时雨是宋刚来的 哈哈哈 他说将会大大减轻地方的发债压力 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巩固基层三保 不方不三保了 何谓基层三保 即是补基本民生 补工资 补运转 你用广东话来说 三保 不过大陆那些党八股 是喜欢用数字来开头 好像很厉害 好了 说回现在六万亿的发债规模 当然 有些人说 已经超出预期了 问题就是他这六万亿 第一 他就是分三年来发的 即是每年除开 平均就是两万亿 已经是缩了水了 不是太多了 你一铺过发六万亿 就算是多了 他分三年来发 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发这些这样的 超长期的国债 他当然 公布出来的时候 就是作为一个财政刺激的政策 来提振经济 但他有部分钱 其实就是用来打救地方政府 说明就是用来化解地方债务 好了 我们就要看看 究竟地方债的规模是去到哪 根据大陆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作出的专门报告 截至到去年年底 大陆政府的法定债务 已经是超过七十万亿元人民币 有多少是属于地方债呢 就是四十万七千四百亿元 是地方债来的 这四十万亿元里面 十五万八千七百亿元 就是一般的债务 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亿元 就是专项的债务 好了 即是地方债就有四十万亿元 你当不要算是零头了 你说现在发六万亿元的 超长期国债 用来打救地方债 打救也不算多 他都欠了四十万亿元 你发六万亿元 你是可以帮到多少呢 对不对 所以你说是否可以解决得到 根本性的问题呢 我认为是有限的 可以舒缓到一点点 因为有些地方政府 比如贵州省那些 已经举手了 搞不定 要求中央打救 那些就可能会先救他 因为已经不行了 迫在未知了 但是其他那些呢 你救得这个省 就救不了那个省 让你有这么多钱 好了 第三点就是说 根据野村的陆庭所说 他说随着卖地收入消失 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隙 就是变成了刺激的焦点 那就死了 即是说大陆的房地产泡沫的爆雷 当然爆到那些地方政府七彩了 到最后呢 原来也是要靠中央来打救 本身中央都耍手令头 叫那些地方政府 自己是想办法 但是到最后原来也是要靠中央 来到去补贴 这个等同于补贴 打救他 是不是 至于这些这样的法债 以往也是有些评论是质疑过的了 就是说这样的法债 就有机会等同于是无聊印钞的 那 何谓无聊印钞呢 就是一种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和贵金属支撑的货币政策 就可能是会导致通胀 货币贬值 和金融风暴的风险 因为你究竟法债你找谁买呢 以前就试过是人行去买 发行这个特别国债 那被人就质疑 其实你自己印银纸 没有分别的 那你印银纸 就用了这个法国债的名义来做 之前是有这样的评论来质疑 如果真的用这种所谓无聊印钞的方式 到最后 就只是手持着钞票的那些民众 那个购买力是会受损的 因为 你不断印银纸 你唯一就是 令到 拿着现金的那些民众的购买力下跌而已 以往买100元一包买 可能迟些200元 你不断印钱的话 但是这些显然就不是健康的做法来的 你最基本就是要整个经济 都要改善你才能够搞定的 不是你靠这些法债可以打救经济 如果这样都可以 不断发就行了 非洲那些什么东西 进巴布卫不断发就行了 不见它发达 所以就是 最基本都是要搞好经济的建设 但是奈何就是 现在中美交互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看不下都困难重重 彭博社就认为 资产管理公司在地方政府 解决债务问题方面 就是发挥着重要作用 包括协助债务重组 和政券化 另外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 这些公司的资产质量 亦都会随着不良贷款减少 而有所改善 标普的报告说 今次财政部针对化债问题 展示明确的态度 政策强度上有更积极的表述 预计 承投债务风险会进一步减少 对于教育地区的承投 和非标准债务 亦都有政策利好 彭博指出 随着地方债务化解 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承投债的信用利差压缩 是去到历史低位的水平 虽然境外投资者 对承投债仍有一定的顾虑 但受到寻求高知识率的 境内投资者支持 那就是看谁去买 很多时候外面的评论者 去讲这些港路 说啊 没用啊 你去看哪些人会有行动 才可以 等同高盛又说 大陆的股市 怎样厉害啊 怎样厉害啊 你是不是没有增加白银去买啊 那麽厉害 成头债还有人买啊 不过不要紧了 他说有就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大陆的一些经济数据 哇 这就相当之危 据大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 他说 以美元计价 9月 出口额 是3,037亿元 增幅 是放缓至到 2.4% 是5个月以来的最低 软差过市场预期的6% 进口是2,220亿元 这个是美元 放缓至到0.3% 低过预期的0.9% 贸易顺差是817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898亿美元 贸易顺差也是低过市场预期 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9月份的出口额是21,700亿元 增长放缓至1.6% 是今年3月以来的新低 进口额15,800亿元人民币 下跌0.5% 是6个月以来的新低 老透社就说 大陆的出口一直都是经济的亮点 但是 国内的需求疲弱 和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 使得经济增长一直缺乏动力 9月份的出口增长大幅放缓 进口增长也意外减速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第二 疲弱的数据 对于未来几个月的出口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笑头 因为大陆近三分之一的采购 都是用于再出口的零部件 尤其是在电子领域 所以他说进口跌 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因为他进口了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用来再出口 加工 其实自从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大陆的出口已经差了很多 尤其有部分的份额 就是被一些国家蚕食了 比如说是墨西哥 墨西哥就是一个最受益的国家 变成了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至于越南也是抢去了很多生意 所以大陆现在出口数据的增幅是放缓 至于CPI和PPI又如何呢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PPI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据大陆国家统计局的发布 在9月份 CPI按年增长0.4% 低过市场预期的升0.6% 今年头9个月 CPI按年升0.3% 而PPI按年跌2.8% 跌幅较上个月 是扩大了1% 差过市场预期的下跌2.6% 今年头9个月 PPI按年下跌2% 路透社引述 本日保银资本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指出 由于国内需求疲软 中国面临持续通缩压力 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表明 财政政策立场的转变 是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财政刺激的规模很重要 在通缩预期进一步深化之前 必须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其实CPI和PPI是怎么看的呢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反映的是 和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 和劳务价格的变化 通常是用来观察通胀和通缩的情况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PI指数 涵盖的产品或服务范围 是有不同的 而CPI短期的涨跌幅度 是直接反映出 当前经济环境的情况 CPI的升幅越大 代表通胀的形势越明显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大陆的CPI 它是下跌的时候 它不是下跌 它是比预期升得少的时候 就是说 通缩的压力就是会增加 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又如何呢 反映的是 和工业企业生产环节的 价格变动情况 用于衡量企业 为了生产而购买的原材料 和劳务等的费用 PPI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项目也有不同 但基本上 覆盖了原材料 中间製品和製成品 三个阶段的 价格变化情况 PPI和CPI 有明显的联动关系 一般来到说 在PPI持续上升的时期 生产企业或多或少 都能够将部分价格转变 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从而带动CPI的上升 所以 PPI现在这样跌的话 即是说 将来来到说 会令到CPI 都会下跌 因为PPI升的话 CPI会拖着一起升 CPI通常会下跌 所以通缩压力 加剧了很多 光大银行 总金融市场报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 国内的生猪供应改善 生猪 传统消费的旺季 再加上增量政策的效果释放 有助于提振国内商品消费 和投资的需求 尤其是经历了A股 所谓牛市 还是政策市 很多人把他们的积蓄放进股票市场里面 因为很多人在银行里不是没有钱 人们不是没有钱 有些是有的 但由于对前景感觉到没有希望 觉得不够明朗 所以好天斩下雨柴 把钱放在银行里不肯花 大陆经常想打这笔钱的主意 不停提出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 但是不奏效 变成A股一升 都似乎融入市场 现在又说 什么东西可以提振国内商品消费的需求 是行不行的 我是很大的质疑 那些人 那些钱放在股市又虧了 那还买什么东西才行 更加没有钱 他又说 加上基数回落 预计第四季度的物价会有所改善 政策也有望带动工业制造业市场的需求回暖 至于大陆官方的解读又如何呢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利娟 在数据解读中说 CPI按年飞食品中 能源价格下跌3.5% 跌幅比上月扩大2.5% 和6.1% 因为那些所谓的电动车不停地断价 内卷式的竞争 在服务价格当中 9月旅游价格上涨了 从8月升0.9% 转为跌2.1% 飞机票和宾馆的住宿价格分别跌14.1% 和5.6% 降幅也是扩大了 即是说 旅游基本上很多大陆人就是国内游 糖水滚糖鱼也跌了 董利娟说 9月份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PPI按月的降幅是收窄 按年的降幅是扩大 但是似乎官方 对于是否有通缩的风险 他们都是相当忌讳的 很多时候避而不谈 但是根据外媒 很多的报道分析 其实都是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 大陆现在的一个经济数据 就是会令到通缩的忧虑 是加剧了的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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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